如果是下午来熊猫基地有什么可看的呢? 难以想象,这个地方早上全部排满了人 因为所有的游客都几乎在同一时间涌进 所以显得人超级多 由于下午气温高,熊猫都在室内展出 数量大概是室外的一半 来到成年大熊猫别墅 孔雀只会在熊猫不在的时候才会飞到他的院子里玩 正所谓,院子无熊猫孔雀称大王 我们去看看幼年熊猫 幼年别墅的四小只都在一起 目前幼年别墅只有一个对外展示的不离房 花花,院子也在幼年别墅区 但他们暂时没有对外展示的不离房 又和他们的必须找上去哦 下午来基地最大的好处就是人少 这边上我来是不给劲的 必须在前面去绕一圈 下午就解禁啦 虽然上午熊猫会在室外活动 但垂住温度迅速上升 他们在室外的时间也会很短 并且犹豫人太多了 游玩的体验会比较差 下午上洗手间也没人 今天上午连南侧都要排队哦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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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 我看看 哦 这个是大红糕 大红糕 大红糕和那个热干面嘛 嗯 那正能来吃饭了吗 你就看到这两只了 就这两只 就没看到了吗 啊 他就放了两只 对 你俩要去看去 好 就拿着吃饭了你俩过去 好 好 刚刚大哥说的赶快去看的 就是这两只 蒂蒂蛋烘糕 哥哥热干面 自从小师兄弟来到一号别墅之后 就成为了一号别墅不离房的常住嘉宾 小小年纪就扛起了一号别墅营业的重刃 大家给小朋友一个掌声 顺着一号别墅往上走 过的熊猫塔就是新区的范围 很难得看到猪鱼、重阳、福双 坐在一起吃竹子 每次都是猪鱼和重阳在打闹 而福双独自在一边 来到英律馆 酒菜不在 今天是润酒姐姐值班 润酒打包了一整袋竹笋 她准备慢慢享用哦 回来的路上看看月亮产房吧 放出来两只小宅 离得有点远 看不清是谁 6月27次承然生日 预祝她生日快乐 最后 在下午3点半左右去看才出生的幼宅 支持的人非常少 老安叔叔说不录视频并非不允许 而是为了节省时间 再看一次 反正不用排队嘛 这是今天的压咒了 我被门化了 哈哈 超凶的 好啦 今天就这样咯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